小春此去无多日,何处梅花一站乡 前方道站,丰庆路三泉路,有换乘103路公交车的请坐好下车准备 近日,郑州市二路公交车车长宋李鹏 把不少诗词悄然带进车厢,报站前先迎送一手,此举走红网络 11月19号,记者搭乘宋车长的公交车来了一次亲身体验 一上车便被汽车玻璃上贴的早发白地成 初秋,灯关雀楼等数十首诗词吸引 看到座位旁熟悉的诗句,小学生则情不自禁地背诵起来 永柳堂,贺之章,碧玉装成一树高 万条垂下绿丝刀,不知信念谁才出,二月春风四剪刀 这公交上有什么让你喜欢的? 是 放学就能学子诗啊 这也确实很好的 能想到这,确实不难 玻璃上索贴诗词,不会说话 宋立鹏就在进站前,等红绿灯时迎送 然后报站名 此种报站名的方式文艺范十足 令不少乘客点赞 上来挺意外的 第一,就是师傅开车 说了不少的诗句,报车站 很贴心,然后看到这个玻璃上面贴了诗词,看着也觉得舒服 有点文化,底润的感觉 今天坐上车有一种心意的感觉 感觉到我们中国的文化越博大精神的存在 再说那个我们小孩子 从小父母如果带他坐车了 父母就可以告诉孩子 咱们中国的古文化 叫他背些诗词啊 老早从小做起 宋立鹏介绍 一个多月前 他驾驶公交车准备发车前 看到一位老先生走来 就等了一会儿 老先生上车后 用一首诗仪表谢意 这也让他有了把诗词带进车厢的想法 宋立鹏的车厢内 目前贴有二十余首诗词 会定时进行更换 我就记得是 那个 其中一两句吧 就是手忙脚乱 挺辛苦 就万民感谢在心中吧 就是对我这种行为表示非常地感谢 是就是 就是大致就是这种意思吧 然后也算是这位老先生 他给我的一种灵感吧 然后我就是想把这种诗词 就是带到咱们这个车厢里面 然后就是想把这份美好 就是送给更多的乘客 我现在就是 自己学习的一些诗歌 现在已经达到一百多首了 像这些诗歌的话 我都是自己下班闲下的时候 就是看我儿子的堂诗三百首学到的 因为都在不断地在去学习去积累嘛 因为我本身也喜欢诗歌 然后我就是想着哪一天 自己就是看得多 想得多了 就是学到也多了 希望能把自己的诗 带进咱们的车厢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也许再也许再唱呢 带进咱们的赛行 还是永远网客户端 可以把这种诗歌的诗歌 也许多了 当然就如这些诗歌 我也想着诗歌的诗歌 也许多了 我只好一句